Hello everyone, welcome back to Family Album USA with Morning English 欢迎大家和早安英文一起走遍美国 This is Flair Hello, welcome to Morning English 早安英文是一个为大家免费提供英语教学的频道 每天都会更新 如果你想获得关于英语 听、说、读、写的内容 我们都会在这个频道更新 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全球的华人学好英语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 记得给我们订阅哦 另外点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就不会错过其他任何学习视频了 对了,如果你想获取本节课的完整版笔记 在视频简介或者评论区领取哦 你也可以给这个视频点赞 点赞就相当于自动保存了 今天Blair老师将继续带领大家走遍美国 从日常生活着手 我们将学习到最地道的英文表达 So guys, are you ready? Here we go! Richard的新书Family Album USA 就是我们的标题啊 被选出在画廊展览了 那这么开心的事情 肯定要全家人一起去支持,对不对?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就发生在展览开幕之夜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们怎么说的吧 What's this? Read it I can't Would you read it, Marilyn? Richard Stewart's show at the Carlson Gallery is a collection of photographs from his new book entitled Family Album USA There is power and beauty in Mr. Stewart's work and his book introduces us to a remarkable new talent Richard It's wonderful Congratulations Wow I'm overwhelmed 新书被选入展览了 这么开心的事情 大家都在向Richard表示祝贺 Congratulations 恭喜你 那Richard他是怎么回复的呢? Wow I'm overwhelmed Overwhelmed 那这个overwhelmed 这个单词是什么意思呢? 好像平常不是特别的常见,对不对? 没关系啊 今天我们就来学习一下这个单词 Overwhelmed 首先它的拼写 大家要注意一下 OVERWHELM Overwhelmed 那这个单词它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第一种 它可以表示 被一种强烈的感情或者感觉充益着 承受着 to have such a strong emotional effect on somebody that it's difficult for them to resist or know how to react 那这种感觉我们可以说是正面的 也可以是负面的 我们来看两个句子啊 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 首先第一个 She was overwhelmed by feelings of guilt 它被这种羞愧的感觉给充益着 那我们通俗一点翻译 就可以翻译为 它感到羞愧难当 The beauty of the landscape overwhelmed me 秀丽的风光令我深深的陶醉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啊 它可以表示一种正面的 也可以是负面的情绪 那原文当中的 I am overwhelmed 就是被这种惊喜的感觉充益着 对不对 我们就可以翻译为 我太感动了 我太惊喜了 我惊喜得有点不知所措了 I am overwhelmed 那这个单词啊 它也可以表示 压倒 击败 征服 to defeat somebody completely 比如我们说 the army was overwhelmed by the rebels 军队被叛乱者 完全击败了 the army was overwhelmed by the rebels 那第三种意思啊 它也可以指压垮 或者我们说 应接不暂 to be so bad or so great that a person cannot deal with it to give too much of a thing to a person 压垮 是应接不暂 太多了 一个人承受不了 比如说 we were overwhelmed by requests for information 这个问询 使我们应接不暂 我们快要被这个问询 给压垮了 就是这个意思啊 overwhelm 所以通过今天的学习啊 大家就知道了 overwhelm这个单词呢 它有比较多的含义 同时呢 它可以表示 积极的 正面的 也可以表示 负面的 消极的一种情绪 那具体应该 翻译成什么意思 我们就要根据 语境来进行判断 OK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就先到这里了 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 欢迎随时给我们留言 课后也要记得 多多练习 我们今天学到的内容 我们的下一期节目呢 将继续跟着 Richard Stewart一家人 畅游美国 Hello Welcome to Morning English 早安英文呢 是一个为大家免费 提供英语教学的频道 每天都会更新 如果你想获得 关于英语 听说读写的内容 我们都会在这个频道更新 我们的目标是 帮助全球的华人 学好英语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 记得给我们订阅哦 另外点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就不会错过 其他任何学习视频了 对了 如果你想获取 本节课的完整版笔记 在视频简介 或者评论区领取哦 你也可以给这个视频点赞 点赞就相当于自动保存啦 OK guys This is Blair and see you next time Bye